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的白秒懂电影 希望可以用短短的时间 让大家理解电影中的亮点在哪里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爸妈也疯狂 这是一部超瞎的杀戮片 喷犯指数 更剩姐姐妹妹杀起来 尼可拉斯凯奇生平最爆笑的作品 让你陷入攻防两难的家庭伦理杀戮怪作 俗话说得好 虎毒不死子 父母亲保护子女原本是天性 但故事描绘了 不知为何 这份天性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更改了 变成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自己的儿女自己杀 疯狂又大胆的黑色喜剧 当然 这种片本来就是 太认真看你就输了 所以故事并没有给观众太合理的解释 观影时记得将理性丢一边 故事描述 某天这世上的父母亲 接受到神秘的暗示时 接受到讯号的父母亲 就会像是被催眠一样 失去理智 立马飞奔到子女身边 开始展开杀戮 故事聚焦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中 一对父母亲 在家中对子女展开大逃杀的戏码 而家庭用的日常工具 赫然都变成 极拿极用的工房武器 乍听下 这是极为荒谬的故事 但是 观众只要接受了这个设定 一切都会变得有趣起来 虽然画面很血腥 也很残忍 但你还是会用幽默的眼光去看待 所以不得不说 导演将这个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故事中有许多恶趣味的地方 讽刺力道也十足 女儿会因为自己叛逆的行为 开始对母亲忏悔 过去儿子顽皮老是闯祸 惹得爸爸哭笑不得 儿子也开始卖萌 祈求原谅 但 杀红眼的父母亲 根本没有情面可讲 夫妻本来因为这个家庭的包袱 而争吵不休 没想到今日要联手 想办法杀害自己的小孩时 夫妻两人同心协力 这个画面居然有点甜蜜 实在是极度幽默与有趣的观影感受 当然 而女为了自保也必须做出反击 所以也有在看小鬼当家时的爽快感 还吐槽了一下强姿泛滥的议题 正当父母亲与小孩势均力敌的战争 陷入胶着中 此时 爷爷奶奶居然也加入了战局 害小编我整个笑到喷饮料 因为爸爸妈妈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一场祖孙三代混乱到极点的杀戮结局 就让观众到戏院中品尝吧 较为可惜的是 片长稍嫌短了一些 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结局也处理的不算好 有点小傻眼 但故事要描述的 并非最后谁杀赢谁杀输 而是只有这个疯狂的故事换为思考 家庭中不同立场的角色心境 爸爸为了赚钱 舍弃玩乐 认真工作来养家活口 母亲生产的痛苦 母爱的天性 以及妈妈为了家庭舍弃的工作 陪伴小孩 教育小孩 但是小孩大了 却觉得妈妈不但唠叨又很厌烦 种种为人父母的心酸血泪 与累积多年的怨气一次爆发 让人看了又感伤又好笑 真的是一部有意思的怪片啊 所以本片最好的服用方式就是 带父母亲去戏院抒压一下 如果在观影中 真的不小心启动到他们的开关 在戏院中发生了叠血事件 那小编一概不负责哦 好啦 总之本片真的很妙 尼克拉斯凯吉虽然曾经是影帝 也是票房的保证 但不知道哪跟神经接触 乱花钱乱接片 导致人气直线下滑 片酬也大幅减少 但这部爸妈也疯狂 真的快笑死我了 他真的靠拍怪片成功了 这绝对是我看过 他演的最好笑的一个角色 所以喜欢这种恶趣味的朋友 真的不要错过 也希望大家在观影后 更能体谅父母的辛劳以及付出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白秒懂电影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任同的请按赞或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其余的资讯在下方 感谢各位的收看 哈拉聊天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